新冠疫情让全球旅游业陷入看不见尽头的经济寒冬 本地旅游业同样惨细细 华人旅游业工会会长拿督陈三顺今天受访时预测 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情况都不会有起色 因此希望政府将600令吉的薪金补贴援助计划延长到今年6月 同时批准先恢复海上邮轮国内航程初步松绑旅游业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蔓延届满一年 每天的确诊病例仍然居高不下 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试图阻断病毒传播链 大部分本地旅游景点和酒店业陷入停摆 华人旅游业工会会长拿督陈三顺受访时坦言 他并不看好旅游业可以在未来的六个月内有所好转 旅游业者更仿佛掉入深不见底的深渊 他租警政府伸出援手 先开放国内的邮轮旅游活动 所以我们要求政府也是在码头方面 也开放一部分给那个邮轮 但是我们的邮轮也可以在我们的靶山港口上来 陈三顺指出旅游业者在经历一年的经济寒冬后 大部分的资金都已经耗尽 补贴直到今年三月 但陈三顺认为如果疫情没有好转 那么政府就应该将这项援助延长到六月 面对如今宽松的行管令 槟城导游工会主席陈宝珍则认为 长痛不如短痛 政府应该消防中国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 有鉴于现金援助无法长久 他也建议政府改向旅游业者提供食物兑换券 每个月领取生活必需品 减少旅游从业员的生活负担